各位朋友大家好 据亲人笔记记载 有一日呢 在宫中 和珅给乾隆呈送上了一本书 和珅将这本书放在了预案之上 乾隆看到书以后 马上是眼中放光 也不知怎么搞的 顺序间 他就手中变出了六七个印章 然后就盯向那本书 开始寻找书中的空白之处 和珅见状马上拦住了乾隆 说陛下陛下 这个不能盖 乾隆有点生气 问和珅 为什么不能盖 什么样的名家字画 朕不是都盖过章吗 和珅说 陛下这个真不能盖 不是我说你呢 您这个毛病真应该盖盖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您是屠宰场离修出来的呢 见着什么东西都盖一个简一章 您看好了 这是本书 不是投诛 乾隆皇帝这才不情不愿的将这几枚印章 又放进了月案下的抽屉里 和他们的五百多个兄弟姐妹放在了一起 乾隆皇帝打开书 开始阅读 旁边和珅就问乾隆皇帝 说您看看这本书里到底说的是谁 乾隆皇帝粗略的浏览了一遍 轻笑道 此盖纳兰家事也 和珅承颂的这本书正是后来文明天下的《红楼梦》 《红楼梦》明明是曹雪芹所著 讲的也是曹家几代人的经历 曹家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可以说是随著可见 特别是曾经四次接驾康熙的历史 这个是其他的官员从没有过的 那么乾隆为什么不说这是曹家的事 而说是纳兰明珠家的事呢 当然或许乾隆毕竟只是粗略看一遍 他并没有把这本书中的细节琢磨清楚 而且呢这本书中又用了很多的隐喻 就是我们知道的假作真来真一假 其中有假家还有一个真是隐的真假 乾隆皇帝满脑子想着找个空地盖章 可能也就忽略了那些细节 所以他说这是明珠家事 但即使是这样也可以断定 《红楼梦》中所记述的事情 很多是与明珠家的经历有相同之处的 所以也就难怪乾隆会做此结论 那么纳兰家与曹雪芹的曹家 他们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 这两大家族的命运又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 贾宝玉的原型真的是纳兰姓德吗 纳兰姓德除了我们知道的是一位天父的词人以外 他的另外一面又是怎样的 曹家这个长达六十年经营着康熙雍正两朝最大的国企的家族 最终又是怎样走向灭亡的 纳兰家自纳兰姓德纳兰明珠以后 又怎么会引起雍正皇帝的勃然大怒的 而纳兰家的第四代中的两位女子又是怎样成为了乾隆后宫中的话题人物 其中一个竟然是乾隆皇帝的绯闻女友 这么多有趣的内容可能一集的时间都讲不完 不过也不用有什么压力 咱们是讲到哪算哪 纳兰家与曹家的渊源应该是从纳兰姓德与曹寅开始的 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祖父 在我们以前看过的影视剧中 我们也能看到曹寅的身影 在康熙大帝中有一个康熙的密友叫魏东庭 其实他的历史原型就是曹寅 曹寅自炼庭 这个炼子呢 初看起来也很像栋梁的栋子 这或许就是二月和先生笔下东庭的出处 而魏呢 大家都知道曹魏是一体的 所以曹炼庭就变成了魏东庭 曹衍比纳兰大四岁 不过他们两个人是在同一年中举的 曹衍中举以后没有再去参加电视 而直接就进了宫中给康熙做了三等侍卫 而纳兰在中举以后确实是计划参加电视 不过不巧的是他突然换了韩吉 就是最后要了他性命的那个韩吉 那年的电视他就错过了 下一次的电视那要在三年以后了 所以三年以后 纳兰通过了电视 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他是二甲第七名 一甲有三个人 状元榜眼探花 二甲呢十个人 他得了第七名 也就是说在那一届的学子中 他是全国第十名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一甲赐晋士极地 二甲赐晋士出身 三甲只能是赐同晋士出身 那就差了不少了 中了晋士以后 纳兰并没有马上就进宫做侍卫 而是过了一年以后才进到了皇宫 开始与曹寅做同事 那时候应该是公元1677年 从那以后一直到1684年 曹寅被调到内务府任职 在这总共七年的时间里 二人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纳兰姓德出身高贵 他是康熙皇帝的表弟 只比康熙皇帝小几个月 纳兰姓德的曾祖父金台吉 与康熙皇帝的曾祖母孟古 是亲兄妹 所以两个人是不出五福的表兄弟 同时纳兰的母亲又是康熙的叔叔阿吉格的女儿 爱心觉罗氏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更加的近了 所以不管从哪边算 两个人的亲戚关系都很近 纳兰出身高贵自不必说 那曹寅呢 曹寅怎么能这么轻而易举的进入狱前做侍卫呢 他是一个汉人 又跟康熙攀不上什么亲戚 曹寅的祖上是郑白旗阿吉格的包衣 所谓包衣呢 是蛮语 汉语就是家奴 算是纯度很高的奴才 后来郑白旗归多尔滚掌管 多尔滚死了以后 顺治皇帝就将郑白旗收入了自己的手中 加上郑黄香黄 这就构成了八旗中的上三旗 上三旗的地位高 上三旗的包衣自然也是水掌船包 与其他武器相比 上三旗的包衣可以说是配姓赵的 曹衍的父亲曹喜 以及他的爷爷曹振燕 以前都是武将 都是跟随这多尔滚四处征战的 父子二人也跟随多尔滚 参与了平定大同总兵江湘的叛乱的战事 平定大同叛乱之战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如果我说大同屠城的话 大家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那么他们父子二人 有没有参与大同的屠城 手上有没有沾无辜汉族百姓的鲜血 这点呢 红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咱们在此呢 也就不再细究了 但至少二人当时是随军的 而且也是军官 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红楼梦中的焦大 为什么这么狂 谁也不敢惹 就是因为他当年在死人堆中 将他们的老太爷拉了出来 老太爷喝水 他喝马尿 才让老太爷活了下来 这应该指的就是曹真燕与曹西父子二人的军旅生涯 曹真燕后来五转文 进入文职 后来还当了大同的支州 这就是曹家今后的发展 算是步入了正轨 但真正使曹家进入发展快车道的 还是要感谢曹西的夫人孙氏 孙氏是康熙的保姆 当年是太皇太后孝庄亲自选的孙氏 做了康熙的保姆 有人说是康熙的乳母 这应该是不对的 因为在清朝 做乳母的条件应该是在15岁 在20岁之间 而且生过三个孩子 而那时候的孙氏已经是23岁 年龄不合适 最重要的还是孙氏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生育 所以他不可能做乳母 孙氏应该是在十几岁就入宫 一直在宫中做宫女或者是女官 直到被太皇太后选为康熙的保姆 康熙自小就没有得到过任何的父爱或者是母爱 因为他刚一出生不久 就被爆出宫抚养 因为那时候太皇太后担心他会染上天花 所以康熙自小得到的近似于母爱的来自于女性长辈的关爱 很多都是来自于他的保姆或者是乳母 所以自然康熙对他们的感情也就很深 自然对他们的后代也是照顾有加 康熙的一名乳母的后代 后来做了苏州之造 叫李旭 他的妹妹嫁给了曹寅 在《红楼梦》中李旭的李家就是史湘云史家的原型 有人说孙氏是曹寅的生母 其实呢不大可能 孙氏更有可能是曹寅的嫡母 而不是他的生母 大家想啊 康熙是出生于顺治十一年 那也就是说孙氏从顺治十一年开始就一直陪伴在康熙的身边 而曹寅是出生于顺治十五年 这时候康熙才不过只有四岁 作为康熙的保姆 是不可能离开康熙出宫与人结婚生子的 孙氏出宫很可能是在康熙七岁以后 这时候孙氏也已经到了可以出宫的年龄 他才出宫 后来嫁给了曹熙 因为他是康熙的保姆 地位特出 所以曹熙不能将他作为侧氏 只能是正氏 而曹熙之前是有家史的 而且生下了曹寅 所以曹寅应该是树长子 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的弟弟曹全是后来孙氏所生 那才是真正的嫡子 曹寅也没有做过康熙的半读 因为那时候一般是五岁开盟 康熙五岁的时候 比他小四岁的曹寅才只有一岁 而等到曹寅五岁的时候 康熙已经是九岁了 五岁的孩子和九岁的孩子 读书的程度水平相差非常之大 两个人是不可能半读在一起的 而且有史料表明 康熙八岁登基 登基以后曹寅就已经到了江宁 跟他的父亲曹熙住在一起 1684年 康熙第一次南巡的时候 就驻毙在了曹寅的家里 当时曹寅的嫡母孙氏要以君臣之礼参拜康熙 康熙马上就上前扶住了孙老夫人 而且还对身边的人说 此物家老人也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家的长辈 而且还首书宣瑞唐三个字 宣就是宣草 在中国古代这是母亲话 宣唐也就是母亲的象征 可见在康熙皇帝心目中 孙氏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这也就难怪康熙对孙氏的子孙 一向是后代有加 曹家在康熙一朝的兴盛 除了孙氏的原因以外 曹喜以及曹寅的工作表现 也为他们增色不少 他们确实是又忠诚又能干 确实没有公负康熙的信任 纳兰姓德也好 曹寅也好 在康熙的眼里 都可以说是根红苗正的官二代 是卓翼培养的下一代 所以他们当了侍卫以后 都得到了康熙的重用 康熙知道纳兰的才学 所以就给他分配了一个 非常适合他的工作 让他去养马 康熙也知道曹寅的中心 所以也给了他一个合适的岗位 养狗 一个是马曹 一个是狗奸 其实这也不是康熙故意贬低他们 他们刚入宫的时候 也只是三等侍卫 像养马养狗这样的活 就是低级侍卫干的 在以前的朝代 像这样的活都是太监干的 清朝建立以后 吸收了前朝的经验 大家知道明朝太监作乱 皇帝都被太监拿住了 所以清朝的时候就大力削减了太监的队伍 太监的人数被大大减少 权力也被大大的缩水 以前很多太监做的工作都交给了内务府来执行 那自然也就成了侍卫的事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像纳兰这样的全国前十名 怎么会落到养马这种境地呢 这是不是太大财小用了 那还不如在汉林院找个差事呢 至少比养马光彩些 其实还真不能小看这个侍卫 在清朝的时候 状元一般的都会授予一个汉林院修转的职位 这个职位的品级是六品 而三等侍卫的品级已经是正五品了 而且侍卫因为离皇帝比较近 做了侍卫就算是进入自己的事业的快行道 很多大臣包括纳兰明珠以前做过侍卫 索俄图做过侍卫 后来乾隆皇帝时期的和珅也是做过侍卫 那侍卫是不是每个都需要武艺高强呢 也不都是 比如说纳兰明珠就武艺不怎么样 侍卫呢是侍从护卫的简称 首要的任务还是侍从 当然了 护卫中也有相当的一部分真的是武艺高强 战斗力非常的强 那么纳兰姓德的武功怎么样 骑射肯定是没问题 作为满人 这是从小就开始练的 其他方面呢倒是没有什么史料记载 但纳兰姓德肯定不会是一个文弱书生 据史料记载康熙曾经派纳兰姓德和一位副都统一起率兵去东北的索伦 索伦又叫梭龙 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在东北的黑龙江流域靠近雅克萨 这次纳兰姓德的任务就是以捕鹿为名 实际上是到雅克层城下进行侦查 1685年5月30日纳兰姓德去世 在他去世的三天以后 康熙也收到了雅克萨大捷的消息 当时康熙皇帝是大动不已 他想起了当年纳兰的侦查工作 为雅克萨大捷做出的贡献 所以马上派人去纳兰府祭典 这明显是告慰英灵的意思 还有一次是在西元 纳兰当时正在服侍康熙 突然遇到了险情 当时情况紧急 众人呢都非常的慌乱 唯有纳兰姓德奋勇为了有先 当时康熙帝就探约 此富贵佳儿乃能耳业 这件事情呢是出自于纳兰容若的目表 虽然并没有指明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险情 后来呢有些学者认为 这很可能是康熙18年的一次地震 但不管怎样 在危机关头 纳兰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了康熙的尊重 纳兰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文弱之人 从这点上来看 纳兰姓德与贾宝玉就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纳兰是文武兼修 贾宝玉武的肯定不行 即便是论文 当时的纳兰姓德已经是冠绝当世 而贾宝玉的才学 恐怕在大官员里都排不上号吧 所以啊 纳兰姓德与贾宝玉最大的 也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是多情之人 曹银与纳兰共事七年以后 曹银呢就被调到了内务府 然后又由内务府调任苏州制造 而纳兰则是一直做侍卫 从三等侍卫一直做到了一等侍卫 正三品 纳兰与曹银的最后一次见面 很可能是在公元1684年 那是康熙皇帝的第一次南巡 纳兰自然是随同前往 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见到了曹银 一年以后 纳兰就去世了 十年以后的某一天 时任苏宁制造的曹银 邀请好友张纯修 施士伦 三个人相聚在曹银的府中的炼亭 在那里怀念他们共同的朋友 纳兰姓德 三人中的施士伦 就是后来施工案中的施工 他与张纯修都是纳兰姓德的好友 三人在一起 回忆起了与纳兰姓德 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 时而大笑 时而怅然落泪 张纯修特意为这次聚会 画了一幅画 就是有名的《炼亭夜画图》 曹银也写了一首诗 名字叫《提炼亭夜画图》 诗中有这样几句 其中的《明光宫》指的是汉朝时的皇宫 在这首诗中就代指皇宫 是回忆他们当侍卫的那些日子 两个人一个是马曹 一个是狗奸 因为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 所以他们可以互相的开玩笑 《棱茄山人》是纳兰姓德的号 曹银还特别提到 《棱茄山人》貌娇好 就是想到当年素卫皇宫的时候 《棱茄山人》的风采 在黑暗中仍然是明亮可见 男人之间很少称赞对方的相貌 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来 纳兰姓德的帅 给曹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首诗中还有另外两句 在后世人们提到纳兰的时候 被经常的引用 就是家家争唱银水词 纳兰心事几层之 银水词就是纳兰的诗集 每个人都喜欢唱纳兰的诗词 但纳兰的心事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但毫无疑问 在座的这三个人都是纳兰的知音 纳兰的心事他们懂 纳兰姓德最后葬在了纳兰明珠家的祖坟所在地 现在的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造军庙 纳兰的墓碑现在还保留在首都博物馆 撰写碑文的是他的老师徐前学 赚盖陈廷静 丹珠高士奇 顺便说一句 纳兰姓德的爱妻 他的一生挚爱卢氏 曾经停就达一年之久的双林禅院 就是现在的紫竹院公园 那也是在下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诸位如果有幸在西志门立交桥上盘旋的时候 往西看就是双林禅院 那么曹家最后又是怎么败落的呢 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是由于政治原因 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由于经济原因 就是出了经济问题了 实政治原因这一说法的红学家们认为 曹家的败落实际上就是九子夺嫡的后续 雍正继位以后 对那些曾经拥护其他皇子 特别是八野党的支持者们 采取了清洗政策 而曹家与八野党多多少少是有些关系的 曹寅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铁帽王平郡王纳尔苏 做了狄伏进 这个婚事是康熙指定的 而纳尔苏又是十四阿哥引提的副将 十四阿哥当年做西北大将军王的时候 他就是军中的副帅 十四阿哥是八野党 那纳尔苏自然也被归入了八野党 曹家被抄家的时候 还从他们家中搜出了一对镀金的狮子 这对狮子呢是九阿哥允堂寄放在曹家的 九阿哥隐堂 不用说了 正是八哥隐四的死忠 当时九子夺敌的时候 八野党本来就势大 当时地方的很多大员都明里暗里的给过八野党资助 包括曹家 雍正上台以后八野党倒台 所以雍正上台以后 曹家毕竟也会受到株连 但如果说曹家被抄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似乎也不太对 因为如果真的是政治原因的话 那曹家的下场应该比现在要惨得多 曹家只是被抄了家 雍正上台以后很多官员都被抄了家 曹家在当时是流行语官员们在街上遇见 相互之间打招呼都不说早安 也不问您吃了没有 而是直接就问您家被抄了吗 那位马上就会回答 托您的福已经被抄了 您家呢什么时候被抄了 这位就说了 现在已经抄到隔壁了 马上就轮到我们家了 抄家也有程度之分 严重的没收全部家产 家里的家眷也将被拍卖为奴 像雍正元年抄的苏州制造李旭的家 那就是明显是政治原因 李旭也是八野党的人 李旭的家产是全部被抄光 本人是被发往了东北为奴 没多久就死在了那里 他的家人男女老少一百多口 被官府拍卖 卖了一年都没卖出去 因为他们是奇人 那时候谁愿意家里头供一尊佛 李旭有两个孙女 其中一个孙女在被抄家之前 就被贾家收养 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女孩就是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贾宝玉的表妹 另外一个孙女被她的叔叔收养 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芸 李旭有两个儿子 分别叫李鼎和李奈 而红楼梦中史家也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史鼎 一个叫史奈 所以红楼梦中的史家很可能说的就是李家 雍正六年曹家才被抄 但抄家的程度要比李家差的很多 曹家的家眷并没有被拍卖 雍正还担心曹家如果家产都被抄干净了 那家里的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呢 还特意的给曹家留下了在京城的十七间房 这十七半间房就在北京的崇门门外 如果哪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实地去参观一下 不过呢 要看着点车 因为这十七半间房现在已经是在高速路以下了 抄家的时候 曹雪芹也就是十几岁 他后来能够写作 能够生活 也都是靠着这十七半间房了 曹家败王的真正原因应该还是在经济方面 这方面呢 就只能说是成也康熙 败也康熙了 江宁制造是康熙年间的一个大型的皇家企业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大型国企 不过呢 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全部是供皇宫内使用 江宁制造以前这个职位并不是世袭的 但自曹喜以后 因为曹喜管理德法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 所以江宁制造这个职位从曹喜开始就变成曹家侍习的了 曹喜死以后曹寅就继任 曹寅除了担任江宁制造以外 同时还与苏州制造的李旭轮流担任两怀巡演使 这是一个肥犬 康熙知道这个职位是很容易捞钱的 这也是康熙故意安排的 就是享用盐税 弥补一下江宁制造和苏州制造上面的亏恐 本来呢 这一切都运行的非常好 而且康熙还给了曹家密哲专奏权 这个权力就很大了 有的地方大员都不具备这个权力 所以曹家在地方的影响力非常大 甚至有时候超过了那些封江大吏 这一切本来都运行的挺好 不过到了后来 康熙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非常的喜欢南巡 皇帝南巡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可能背一个背包 骑个驴就出去了 那是有大队人马 几千随从 而且康熙还喜欢看戏 沿途都要搭建戏台 这对于沿途的地方官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康熙也知道 如果他每次南巡都从国库里拿钱的话 恐怕户部的官员会跟他抱怨 他自己的面子也过不去 所以他六次南巡 其中有四次都铸币在了江宁制造府 就是由曹家负责接贷 接贷的费用自然由曹家负责 不用从国库里拿银子 这样的话就避开了官员们的抱怨 可倒霉的就是曹家了 曹家当时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这也造成了曹家巨大的亏恐 康熙知道曹家亏了 所以他就让曹家李家 多担任几年的两怀巡银室 让他们能从中多捞些银子 来弥补南巡的亏恐 实际上这不过是从国家该征收的盐税中 拿出钱来弥补南巡的亏恐 归根到底还是用国库的钱 为康熙的南巡买单 但即使是这样 康熙也隔三差五的就下来溜达一圈 也是让曹家的亏恐是越来越大 这自然就招致了官员的弹劾 康熙无奈也只能让曹家尽快弥补亏恐 可曹寅已经是力不能及了 幽据之下曹寅就去世了 康熙又让曹寅的儿子曹庸继任江宁制造 但曹庸没干几年也去找他爸了 曹庸死了以后就没有男性后代了 康熙也知道 如果这时候由其他人接任江宁制造的话 那曹家的窟窿就永远也补不上了 曹家也就算是完了 考虑到这一点康熙就让曹寅的弟弟曹全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 来做曹寅的四子承袭江宁制造的职位 这个人就是曹福 安排完这一切 康熙也就去找曹寅了 雍正继位以后特别不待见曹福 曹福这个人呢 有人说他是饱读师叔很有才 也有人说他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干什么都还行 不过很明显在管理企业方面 他与他的前任差距很大 雍正这个人呢 有时候也很极端 他如果不喜欢一个人的话 那这个人不管干什么都是错的 比如说曹福 曹福也很苦闷 不过好在他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些朋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看着他愁眉紧索 就安慰他说 我们都是你的好兄弟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一定要告诉我们 让我们大家也能开心一下 再后来江宁制造的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 雍正皇帝穿的一件青色长衫居然发生了掉色现象 雍正皇帝非常的不满意 曹福觉得这个面料掉色很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 因为走的水运潮湿造成的 所以他就改成了陆运 通过驿站运输 但后来因为费用问题又与驿站发生了矛盾 被当地的巡抚告了预状 其实总共就四百两银子的事 但雍正还是借此将曹家抄了家 以上呢就是曹家的败落过程 因为涉及到了很多洪学的内容 而洪学呢大家也知道 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我所说的只是一种说法 并不是定恨 曹家完了 那纳兰家呢 纳兰家自纳兰姓德 纳兰明珠去世以后 纳兰姓德的弟弟纳兰奎树 以及纳兰家的其他家族成员 雍正朝以至于乾隆朝 又经历了怎样的灾祸 掀起了多大的风雨呢 这个咱们只好留待下回再分解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